书接上门 这就是那个假的海盗船的条子 刚给取下来 这个包装盒还健在 这么看越看越假 去年8月份买的两条 这个膜还没撕呢 两条16G3200 花了500多拼多多 被官方鉴定为假货 仿冒 不能给售后 今天下午拼多多给我打电话 说让我等消息 48小时 但是咱们电脑也不能不用 于是我就下单买了 这个金士顿 这些年我用过很多金士顿了 以前用的都是谱条 还没用过马甲条 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从京东买的了 生产国家中国 金士顿是美国公司 上海的经销商 这也是3200 看 以后买那存 千万不要从拼多多 避免麻烦 也更不能从咸鱼 像这两条内存 它的最好出路就是 回去 从哪来的 回到哪去 这么来看 这个确实是比 这个海盗船要正 或者等以后有机会 我再买一个真正的海盗船 试一下 但海盗船的销量 并不是很好 口碑也不是很好 那就算了吧 本来我还想买三星或者英瑞达 但是京东上的三星和英瑞达 都是没有马甲的 英瑞达那还是默认的 就是3200 没有XMP 后来我问了一下 相关的技术 说是XMP兼容性更好 于是我就决定买XMP 这是套条 我看看序列号 虽然是套条 但是不连号 不管了 套条就套条 应该也差不多 这个做工 还有印刷文字 确实比那个假的海盗船 要好很多 但是你们注意看没有 这个金手指长度好像不一样 这边要短一些 这边要长一些 海盗船这也是 下面上机我就不剪辑了 这个小做工还是蛮好的 有纹理 这个DDR4内存不是50% 大概是40%的位置 一个短一个长 我那内存插头有四个 是第二条和第四条 是优先的双通道 以前我记得内存条两边都能够摁下去 再掰上来 这个迫击炮只有右侧能掰上来 左侧是固定的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节约成本 就挨着显卡那侧是固定的 这个声音也不错 OK 装好了 它这个设计不错 我之前在视频里说过 拆一个风扇 下面就能装四根内存 下面装散热器 散热器是两个大挂钩 这手指太粗没好处 好了 挂好了 开始上机 321 电源开关忘了开了 通电之后响卡灯就亮了 321 它在开机的时候有个提示 我没管它直接进系统了 现在 默频变成了2400 之前是2100 识别出来是32GB 应该没有开那个XMP 进BIOS看一下 看一下内存 这个就可以开启两个XMP 那个海盗船只能开启一个 我们开启第一个试一下 还不是保存 你们知道这个标志是贴哪呢 它这个说明书好袖珍呢 安装指南 是不是感觉启动有点慢 找到了中生雇物宝条款盖药 内存3200 32GB 开启TN模 一共三圈吧 每圈12轮 测试内存的时候 CPU是满的 内存也是满的 第一圈已经跑完了 没有报错 太棒了 这才是它应该有的样子 就是3200的频率 不仅如此 只用了15分钟 比我之前的那个还要快一些 我再调整一下配置 让它跑个三圈 据说跑两圈就没问题了 我这次跑了三圈 现在已经跑了四圈了 四圈 跑了50分钟了 将近一个小时 一个报错信息都没有 我们看一下数据 列存时序是16 主板是微星迫击炮 WiFi 现在温度是384540多度 内存电压是1.34 后风扇700多转 前风扇600转 CPU是400多转 看来还是挺稳的 这是CPU的占用情况 12核心20线程 内存32级都占满 开了XMP 这个TM5 我没有用过认的 是从B站找了一个配置文件 他说压力测试比较大 一般家用的话跑两圈就行了 我跑了四圈三圈半 之前的海盗船是在10和11的时候 特别11的时候总过不去 总有报错 看来这个还是挺给力的 好 以上就分享这么多 欢迎关注小白宝箱 欢迎关注小白宝箱